去年两会记者会上因为翻白眼而爆红的 大陆财经媒体第一财经蓝衣女记者梁湘怡 经过一年之后再度的现身采访两会 去年事件后传出她被开除 如今再次的现身证明她并没有因为去年的翻白眼事件 而遭到处分 另一位当事人全美电视台的红衣女记者兼执行台长张慧君 今年至今尚未见出现在两会的现场 梁湘怡后来沉寂了一段时间 3月5号梁湘怡身穿乳白色外套下身搭红色裙子 再次的现身两会采访 因为大秀长腿的夸张坐姿被拍到 使她又成为了两会的话题人物 去年两会期间 自称是全美电视台运营总监的张慧君 向国务院郭资伟主任肖雅庆提了一个长长的恭维问题 当提问本身所占的时间接近30秒时 财经新闻网站第一财经的记者梁湘怡 开始表现出不耐烦 她随后转过头来用难以置信的眼光打量着这位提问者 随后梁湘怡对这位原记者翻了白眼 她当时的表情是如此的高度厌恶 以至于人们觉得她的整个头都应该很自然地跟着眼球向后翻 这一时刻在中国国家新闻机构中央电视台捕捉到 很快地就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 纽约时报的评论称 这一幕罕见地戳穿了围绕着人们广泛关注 却又故意枯燥乏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虚伪 社交媒体流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 梁湘怡在得知自己翻白眼被直播过后 对朋友说 你瞧她那德信 问问题比回答的还多 两个人当时的衣着又刚好一红一蓝 对比因此成为了网络的热点 有关于两个人的文章在各种网媒 尤其是微信的公众号上层出不穷 当天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受梁湘怡的史诗级白眼所启动的动图 和其他线上即兴表演迅速地争夺 梁湘怡微博账户的粉丝数 更是迅速地攀升到十万人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微博说道 第一财经女记者梁湘怡火了 她对旁边提冗长问题的记者翻白眼 被电视直播了出来 笑翻了献名 希望这样的花絮能够在网络上留得住 别被删掉 老百姓就喜欢这种东西 人性这种DNA改不掉 党员干部要随时讲政治 但是普通人不必 普通人看政治的角度 也喜欢滑石化 但这无伤大雅 然而言论之后急速地收紧 胡锡进所发的微博 也遭到审核人员删除 到了晚上 梁湘怡的名字 也成了微博上审查最严格的词汇 在自由放纵的线上市场 淘宝上 卖家开始出售印有良相 以头像的T恤衫和手机套 三名男子在一段视频中 用冷面幽默的表现 重现了这一个事件 而且还在增长 支持者们用玩笑和评论 对他表示支持 一条评论对翻白眼表示敬意 称他代表了大多数人 翻了我们所不敢翻的白眼 那湘怡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是上海卫视第一财经电视记者 他翻白眼之后 公司随即地将他调离两会采访 张慧君来头也不小 他毕业于河北大学 曾在中央电视台实习 2011年 在十一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上 他的身份是香港有限中国旅游与经济电视台执行台长 2013年 在第十二届的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 他的身份是世界知识杂志记者 2018年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 他的身份则是美国全美电视台执行台长 张慧君自称 他曾经参加过2003年53届的世界小姐中国总决赛 也拥有极佳的身材 常在自己微博上贴出性感的照片 去年在两会的微信自称两会气质姐 在翻白眼事件过后 被网友肉搜 还有人扒出张慧君之前 曾经发出一个通稿 吹失自己 放弃了可以作为印尼开国总统苏卡诺孙子王妃的机会 独自地走上了成为女神的路 这一篇名为YS张慧君女神的皇冠是他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的文章中 他自称在给印尼王子回信写道 嫁给一个王子可能是无数女孩的梦想 但是长大之后 我更喜欢坚忍不拔的英雄 实际上我并不想依赖你成功和王室的光环 我想要做我自己 在向政府官员肖雅庆提出问题前 张慧君自我介绍 称自己是全美电视台的运营总监 根据其官方网站 这一家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广播公司 过去曾经与中国的官方电视台有合作的关系 其总裁杰森奎恩在领音上 还称自己担任洛杉矶孔子学院院长 这是一家北京支持的 促进中国文化的海外生产机构 不过后来 网友根据网站查到了位置 发现这家电视台 是个只有一间屋子的草台班子 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 这些与中国政府由某种关系的新闻媒体 经常被挑选出来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 获得向中国政治领导人提问的难得机会 而更主流的国内外媒体 很少地被点名 作为记录 张慧君提的问题是 国有资产监管责任的调整 是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因此 作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管理委员会的主任 您在2018年将采取哪些的新措施呢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我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随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 国有企业已经加大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如何对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监管 以防止资产的流失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引入了什么机制 我们的监管结果如何 请简单介绍一下 谢谢 当白眼事件过后 有关全美电视台的背景也引来诸多的议论 认为是中国大外宣背景下 良秀不齐或假装为海外媒体的产物 有来采访两会的南非中文媒体记者说到 事件后 在海外成立的多家中文媒体也被整顿 有40多家已经停刊 不过在全美电视台官网 仍然看到有关人大开幕 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新闻 但仅仅显示为综合报道 网站也没有现场报道 明镜电视记者 李幸宇 整理播报